一级战将的脑袋一百万 每高一级再加一百万 哈喽 就刚反怕 后天神王 难道你就不怕使我回来 治你的罪吗 后天回来时 看到战神谷一片白地 而我却拿着一美金 在海外逍遥 杰局势 他今天晚上能够保重小命 逃过追杀才行 消费了战神谷 先过我知道关 你可区区三级战将而已 你敢瞒我吗 你不知道 我已经成为一级战神了吗 放屁 走 杀了他 毁了浩天神王的尸身 护卫浩天神王灵鹫 当我毁了你们华国 护卫浩天神王的尸身后 死后你们的华国 但也没有神王祭禅 好大的阵仗 连军府的人都惊动 我要不装死的话 你们怎么敢来呢 神王大人 声望大人 战神谷囚犯叛乱 给我哄平战神谷 换战神谷者 死 华天风 我不信你在六名战将的围攻下 还能活命 住死吧 我来收拾你们 开眼罚罪 安龙 你竟敢烦我 只可惜一美金 并搞声望 月雨秋凡 俊义爪灰 沾将轩雾身孕 令雪兴致 重见战神谷 卢子星 你把我从天堂毁入地狱 想不到我墨天方还会回来吧 是时候算算我们的账了 墨天方 你他妈做老几呀 还敢跟我抢龙氏 嫡少的名头 你知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说好了公平竞争的 你他妈背地里下黑手 公平 你他妈做什么 春秋大梦呢 你手脚筋都被我挑断了 你呀 看着你们墨家 被我移危平地 加油爬 如果你比我先爬回家的话 说不定我就会放你们墨家 一定要回去 少人撞死他 呼吁病死 身残至肩 你就是我神王一波的传人 快输送神王传承 快去打断 他要输送神王传承 快打断他 小子 你体内已经灌输了我修炼多年的浩天神王功力 放言天下 再无敌手 我本浩天神王 只因被叛徒偷袭 大陷一道 现在我要你重回战神谷 替华国培养新的战神机武力 诛杀叛贼 保华国安宁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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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袭 你本该即刻处死 卫月 是 杀了 你就是北方战局的新战神 我听见起 我奔赴华国四大战区 我华国安宁 谨遵神王号令 并告神王 有异国间谍窥探我战神故 异国人贼心不死 杀 神王大人 身侧部刚刚接到弄使发来的加密通讯 墨家 未在旦夕 墨家者死 墨天放 你还永远回墨家 堂姐 这里是我家 我为什么 你年前你失踪之后 还得你父母郁郁而出 墨家早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赶紧滚吧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墨家人说话轮到你插嘴吗 当年要不是我出手相救 这墨家 你早改姓周 墨天放 你放死 现在可是你的堂体 这是我爹留给我们 那三你们马上 签完合同 这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墨天放 你定久不止吃法酒 不管你签还是不签 墨家的财产早已兴起 你敢对于我不敬 就是想死 墨天放 快给七少归家道歉 他在我的面子上 或许会饶你不死 我看你是真的想死 墨天放 你在我面前嘚瑟什么呀 有本事在周公子面前说这话 你放心 只要我重复龙始 父子心就嘚瑟不了几天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未婚妻云露 正在国际九州大酒店 和周公子举行婚宴呀 云露 宾客们都已经到齐了 我毕竟与墨天放 有婚约在世 虽说他现在生死不明 可万一回来了 我怎么面对他 这个废物 是绝对不会再游脸返回龙氏的 就算他回来了 大不了我再灭他一次咯 难道你宁愿嫁给一个废物 也不愿意嫁给我吗 站住 云露 给我出来 云露 哟 我没看错吧 这不是消失五年 那个墨家气兽吗 怎么 你是来参加我跟云露婚礼的吗 我可没记得 邀请了你这样的废物啊 云露 为什么要嫁给他 墨天放 我等你等了五年 如果我不嫁给他 难道我要等你等到老吗 墨大少 你说你死败你就算了 啊 我们想你的时候 好歹也能回想你当年牛逼的样子 可看看你现在 再看看你们墨家 你配得像云露吗 周子星 我配不配得上云露 还轮不到你说话 云露 现在我回来了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交代 墨天放 你有什么资格 让我们云露交代 当年 你用墨家的产业 拼命与周公子争 龙氏第一哨的名头 我们云露都连带着 遭受很大的损失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 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 别打扰我女儿和周公子的婚礼 我回龙氏就这样重新振兴墨家 只要我不同意 他们俩就结不成 好狂的口气呀 我真不敢相信 这话是从气烧嘴里说出来的 你也不打听打听 在龙氏 谁敢惹我周子星 周子星 当年我并没有说 是你用卑鄙的手都暗害我 我才不得不离开龙氏的 云露 你看周子星这个人 心狠手辣口咪不见 他看上你 完全是看上你们云家的产业 绝对不是真心爱你 那是得不到幸福的 莫天放 我不准你诬蔑周公子 你知道周公子的叔叔 现在是什么地位吗 他的叔叔现在是龙氏的尸首大人 他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你这个臭小子赶紧给我滚 万万不欢迎你 莫大少这群人在外面流浪 受了不少苦 好不容易返回龙氏 你就让他过过嘴瘾 对吧 这样 打包一下剩菜剩饭 别饿着他 周子星 这些年你仗着你叔叔那些势力 干着那些不法勾动 要是都堵出来的话 你们叔之俩 我怕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莫天放 我给你脸了是吧 你要是给一点不要脸的话 你也怪我不讲昔日情面 走开 莫天放 我看你是手脚心都长出来了是吧 敢动手 行 我就让你崇拜一下当年的情景 来给我的婚礼祝祝幸 来人 把他推给我打车 等我把你的腿打折 来给我重回龙氏祝祝幸吧 是谁敢在我周家的婚礼上打人啊 啊 豁腻了吗 叔叔 他就是那个墨家气少 在外面流浪了几年 竟然不知道龙氏谁才是大小王 你快让人抓起来 把他的骨头全身都给我打断 你解我心头之恨 年轻人 你就是那个当年墨家气少 老东旭 你就是信任的龙氏弑手 年轻人 今天是我周家大喜的日子 我不想大动干戈 马上给我折儿跪下 和十个奖头 然后立刻滚出这里 我可以放你吗 叔叔 太便宜他了 周公子 看在我曾经跟他有过婚约的份上 算了吧 算了 他算个什么东西 敢打我 你要是对他愚情未了 你给我滚过去 一起给我磕头 陆陆 你现在是周公子的人 墨家这个废物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不要因为他得罪了周公子 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要把握住 老东旭 我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你那个废物之二 也过来给我磕十个响头 便饶了你周强 否则我一个电话 你那个市长 马上就沦为阶下球 放刺 不知道天高地出的家伙 把他给我拿下 关键龙氏的天牢 一辈子不得释放 我们天牢的事 什么时候由你市长说了算了 龙小云 我是市长 你只是一个典狱长 我关一个犯人 还需要你的同意吗 别人怕你这个市长 可我龙小云不怕 我们天牢可是军队需 你们市政卿还管不着 再说 莫先生可不是你想够 就能动你 龙小云 你要是来做客的 就上一边坐着去 这里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插手 莫先生是我龙家故人 他的事我管定了 莫先生 我是龙家龙小云 龙小姐 这几个跳梁小丑 我能搞定 你这个废物 因为在外面学了几天功夫 就可以狂猛吗 这里是龙市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就算龙小云保你又怎么样 他只不过是一个典狱长 他还没资格插手周家的事情 你们周家的事情 我才懒 但是对莫先生福利 就是对我天牢两千少位的羞辱 你们市政厅有人 难道我天牢就没有人了吗 莫先生 我保证 如果你没瞎 应该看得到 就是这个小子 先动手打了我侄儿 扰乱我侄儿的婚礼 就算是告到首相大人面前去 你也是没道理的 我龙小云要是讲道理的话 就不会管理天牢八千死囚了 少废话 放马过来吧 龙小云 你还不知道吧 我曾受过北域战神的指点 现在是二级战将的实力 你拿什么跟我斗啊 龙小姐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还不能把你置于危险之中 放心 区区一个二级战枪 我根本不放得也 龙小云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给我拿下他们 我看谁敢 首相大人到 参见首相大人 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中藩 龙小云 你们也算是龙氏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居然像个街头混混一样 在舍林打群架 首相大人 这个墨家气少墨天放 无故破坏我侄儿的婚礼 龙小云不问青红皂白 非要替他出头 龙小云 他说的是真的 我不管他怎么说 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墨先生 我保定你 看来周中藩说的是真的了 你破坏别人婚礼在先 还不赶紧向周将道歉 我以首相的身份 保你平安离开龙氏 你就是信任的首相 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前 就妄下定论 你是嫌你的首相位子 坐得太稳了吗 混账 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能判得是罪 首相大人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亲手了结这个废 墨天放 受死吧 想要对墨先生无礼 就得从我龙小云身上踏过去 墨天放 你就只会躲在女人后面吗 就凭你的胆量 也配出现在龙氏 也配跟我抢云路吗 既然是你们二人的恩怨 那由你们二人来了结 便是最好了 龙小云 再次就完成 别够我到耗军神王大人面前 参你一般 龙小姐请让 让我来领教领教 这二级战将的事 12年前也是这么说的 结果呢 被我挑断了手脚筋 扔到臭水沟里去了 如今也是一样的 我要把你打成一个废 让你踏在地上 看着我跟云路 成亲 周四 他挺会躲的 看来你手脚好了之后 逃命的本事倒是学了一身 太弱了吧 我倒是要替北玉 好好调教 恐怖狂言 给我一起杀 杀了他 杀了他 谁敢 不准火壁 你们连我的话都不停了吧 朱雀大人到 朱雀大人到 朱雀大人 您怎么来了 浩天声望幽灵 今日一国间谍活动频繁 龙氏搁界燕井内部斗争 为令这战 朱雀大人 都是这个墨家废物 先吵的事 不是我们要争的 本战神 不管原因如何 在这斗阵 便是对浩天神王不敬 朱雀大人 我曾说过 北玉战神的指点 说起来 算是您的失职啊 就是这个墨家废少 敢欺负我 他这是对北玉战神不敬 也算是对您的不敬啊 是吗 混账东西 你师父教你一声功夫 是让你来欺负人的吗 你这二级战将的身份 从此没有了 如果非不复 让他来召我 跟我叛怪 这一位信号 私自是这么谢的 朱雀大人 照您的意思 今天这个事情 该如何处理 华国没有律法吗 这件事情 还要麻烦我吗 你的收想之位 真的不想做了吗 墨天放 善造婚宴 情有可原 墨家 人家婚约 不得无辜解除 收想大人 这 难道就这么放了 墨天放不成 我说了情有可原 难道你不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服 朱雀大人 你这分明就是 偏帮龙小云 偏帮墨天放 你 我要到浩天 是往那儿告你去 我就偏帮了 你能怎么样 你要对我动手吗 龙小云是我军队信头的人 就算他错了 也论不到你们来指责 龙小云 马上返回三郎 返回你的钢位上去 你的事情 会找你算账 是 墨先生 我们走吧 我还有学生 要处理一下 云龙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是否要真的和我解除婚约 和朱子星在一起 周中藩 你侄儿竟然想抢别人未婚妻 少云大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少云大人 我们都以为墨天放死呢 住口 墨天放既然已经回来了 那墨家 颜月 可然还是有效呢 赵子星 赶紧向墨先生道歉 我 墨少 对不起 这次我回来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早知道能返回龙氏 我当年就应该杀了他 汪八蛋 你竟然让我给那个废物道歉 赵子星 我是华国首相 我是你们周家的下人 你说话给我放最重一点 要不是我们周家话大点去捧你 你能做首相吗 连一个区区一级战士都搞不定 我的钱都喂狗了 闭嘴 闭嘴 首相大人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就不说那些细话了 事情查得如何了 那个朱雀战神 只是偶然途经鲁氏 后脏碰上而已 我就说嘛 他一个末下废物 居然还有战神级别的人成耀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可以放心对付他了 只要你不动军队的人 同事 随你怎么闹 莫天方 你当敢如此羞辱我 你等着死吧 神王大人 铁侧簿收到献报 K国公主金月儿来访华国 身边出现不明人士跟踪 意图刺杀金月儿 栽赃到我们华国头上 想跳起两国战争 知道了 再有消息 随时来报 神王大人 书下在婚礼上的处理 您可满意吗 既然尚有婚约在身 我这个未婚服 还是要装一下的 书下见得晕露 是非神王大人量配 历时被人欺瞒而已 莫天方 刚回龙市就去得罪了周世仇 你还行使得麻烦不够多吗 云伯伯 我这次回来是和云路商量婚事的 不是来替你训斥 也有理说 现在的你根本配不下我女儿 莫天方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德性 我华国以武力国 你现在连初级战神都算不上 人家周公子早已是三级战神 你只配做人家周公子的一条看门狗 周子星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云路跟他在一起 能得到幸福吗 还有脸说不及 看看你自己 都被诛出莫家了 条丧家之权 拿什么给云路幸福 莫天方 你要是还像一个男人 就应该主动结束与我妹妹的婚约 而不是靠着这份婚约 在我云路家 做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废物坠血 姐我不准你这么说他 爸 我家曾经对我们云家有恩 现在他既然回来了 我们自然是要遵守婚约的 傻呀 要是在婚宴上你硬气吧 还有这么多麻烦事吗 老爷 老爷 我们的几家合作商 刚刚同时发布声明 解除了约我们的合作 姐夫 你个扫把星 你是想害死我们云家 不就是几家合作商吗 小损失 过两天我给你们挣回来不就行了 就凭你 你连墨家的产业都保不住 你拿什么给云家挣钱 妹妹 你看到了没有 那些合作商 都是冲着周公子与你的关系 才跟我们合作的 这个墨家废物的出现 他只会把我们云家 从龙氏一流家族 滑落到三流家族的呀 靠出卖自己女儿换的钱 你们也用得安心 你 天风 我不准你这么说 云家 如果当初不是你 突然生死不明 我们与周家 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妹妹 周公子对你情根深重 你去求他 哪怕是给他做小 也要保护我们云家的产业呀 不然云家在龙氏 恐怕地位难保啊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老子 只要我在 就不可能让任何人侮辱我的人 爸 你看到了没有 他一句身无分文的废物正绪 他竟然敢打我 混蛋东西 我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地位 你来云家就是个坠去 这里没有你消耗的份 云家 有人把他给我拉出去 加法伺候 是 七父 还不赶紧跟我姐道歉 难道真的要加法伺候吗 就出他刚才那句话 算便宜的 我 我说了 爸 反了天了呀 天后 有本事 你老子已经到了吗 爸 反了天了呀 我让你叫的人了 老爷 天王典狱长龙小云来 我为云家 与天牢四五来往 把龙小云来干什么 来看我云家的笑话吗 云家家主这么大的火气 是不欢迎我龙小云吗 你算说对了 我们云家 就是不欢迎你 我刚才在门口听到什么打呀杀呀 是怎么回事 龙小云 这里是云家 不是你们天牢 我们云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们云家 就是这么对待送生意上门的客户吗 你什么意思 我与莫先生是旧事 他回到龙市 我自然要送一份礼物 我们天牢有一块地皮需要开发 不知道莫先生 谁还给他进去 他一个被净身出户的废物坠血 有能力接地皮开发的项目 这样啊 那可惜了 那个项目 我只能送给其他人 啊 龙小姐 请稍等 商量一下 妹夫 啊 你是在反我 我不是刚刚你那个嘴里的废物坠血了 妹妹 妹夫他最听你的话了 你说句话呀 天父 刚才爸和姐姐的态度确实是过激了一点 能不能帮忙跟龙小姐说一句 这个项目交给我们您家做呀 龙小姐 不敢怎么说 我也是云家的坠血 北水不流万人田嘛 啊 也好 反正我缴了云露姑娘与周子星的婚礼 也就当是我给你们云家作为补偿吧 希望你们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对了 黑国公主金月儿今晚将举行宴会 希望莫先生准时参加 爸 天方刚回龙市 我晚上带他去见下世面吧 妹妹你在说什么呢 他只是个废物坠血 你还真想带他出去 给我们云家的脸啊 喂 刚才还给你们家接了一个大担子呢 你没听到龙小云说的呀 这是他给我们云家的补偿 你只不过是人家给我们家补偿的一个借口罢了 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金月儿公主是我的结拜姐妹 他一定不会嫌弃天方的 爸 天方也是我们云家的人 总不能一直养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吧 养一个坠血也花不了多少钱 不能让他出去给我们云家惹祸 天方一定不会的 天方 你说对不对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答应你 叶璐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 还一个废物也配出现在这里 朱子夏 上次艾达还没让你 小气息 上次要不是猪血战神正好路过 你觉得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我说了 我重返龙氏之时 就是你大献之日 你放肆莫天方 周公子是被狱战神的神徒 可没人敢这么对他 小气 他如今也就剩一张嘴了 想想五年前 我们莫大少 那可是苦苦哀求 求我不要吞变了他们莫家 求我放他一条生路 一想到我们莫少 那个样子我就心软 可如今朱雀战神不在 我看谁还能保你 周公子 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你放过他吧 我就知道你就是个指挥 躲在女人后面的废 杀你还先当了我的手 这样吧 你给我跪在地上求我 我心里 看得云露的面子 我就放 让你躲狗活去 周公子不愧是本事第一少 心胸就是这么宽狂 我说过了 不想你求他 莫天放 周公子让你跪下 你没听到是不是 我说话的时候 你这只狗叫什么 莫天放 这里可是外交场合 这么猖狂 连朱雀战神都保不了你 今天来的都是龙师各界名领 来参加金月儿公主的宴会 我告诉你 我赋予你这个废物戏技 你只要跪下给我刻三个想头 我就当做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差不多得了 别说反了吧 要不换你跪下给我刻一个 还能饶你不死 天放 你快把人放了 周公子 天放在外面流浪了五年 他脑子一直有些转不过来弯来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不跟他一般计较 天放 快给周公子道歉 周公子 云露姐姐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是我举办的宴会 你们在这里大吵大闹 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月儿公主 我正是为了给你面子 所以才要把这个废物给赶出去 他不是当年那个无自量力 举你竞争龙是第一哨的墨家墨天放吗 不是说他死在外面 月儿公主 这家伙在外面流浪了几年 这生命力可比蟑螂还顽强呢 墨天放 云露是我结拜一起 他的婚姻大事 我自然是要问 你配不上他 公主这边请 别跟这种废物一般见识 上了京月儿 他们两国一定会抬战 这是你自找苦吃 可别怪我没有保你 快离开这 竟敢对我无礼 墨天放 你什么东西啊 你敢当公主的身体 周子星 宴会的安保工作是你来负责的 这你他妈是个废物 你们两个还不下跪求饶 是在等我出手吗 我是你们华国请来的客人 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你们的客人吗 男人 把这个废物赶出去 天放你疯了吗 还不快跟月儿妹妹道歉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像他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种场合 我要是今天不在这 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你放肆 别从他非言所听 他就是在转移视线 公主这边 怎么办 赵公主救我 来来来 快救公主殿下 快快快快快 现在才发现 晚了 敢在我华国的地界行凶 找死 多谢公主殿下的宴会 宝贝 我们还真不好接近你 你死 你们两国 必定要战 我来保护公主 骑手竟然轻而易举地击杀了刺客 真是深藏不漏啊 是啊 早知道这个刺客这么废话 我就自己上了 还在什么呀 拖出去 慢 各位 我的安保这么严密 怎么可能混进刺客 肯定是这个墨家气少 为了讨好月儿公主 而使用了苦肉计 怎么会有这么不堪一击的刺客呢 刺客 肯定跟刺客是一伙的 我把你抓起来一审便知 是啊 这么严密的安保 怎么会有刺客呢 没错 看来真是这个墨家气少 故意栽赃给周公子的 墨天放 你是束手就擒呢 还是我把你的腿打折 再给你抓起来 住手 他们是不是真的刺客 本公主心里有数 公主 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呀 周公子 本公主的事情 什么时候用得着你来管 墨天放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来解释 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 公主要想知道的话 就去问周家大少 这儿的安保不是他来负责的吗 这还需要解释吗 你明明就是为了上位 为了讨好月儿公主 而展现自己所使用的苦肉计 我的安保这么严密 是不可能有外人换进来的 这两个刺客伪装得这么完美 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你说 你眼睛下 我眼睛可不像 月儿妹妹 你不相信她 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我们可是结拜姐妹啊 云露 你还不知道她这个人吗 这个废物 从一开始就在利用女人 要么就是躲在你的背后 你仔细想想 从她一回龙石开始 哪次不是你在帮她 对不对 我明白了 我们莫大少这五年 是专门去学习取悦女人了 是吗 天放 你跟他们说 你这五年都做了什么 这是个秘密 我没办法说 我看你是没脸说吧 云露 他就是抓住了你会信守婚约的弱点 所以才搅黄了我们的婚礼 还有那个天牢龙小云 就是被这个废物伺候得舒服了吧 周子星 你找死 就凭你刚刚那句话 你叔叔来了 也就 看 被我说中了吧 我们龙大典狱长 这么激动的 替这个废物冲面呢 莫先生身份尊贵 岂是你这种废物 二世祖可以比的 好啊 他身份尊贵 你倒是说说看 他身份尊贵在哪儿啊 你不配知道 我早就亲闻我们龙大典狱长 跟天牢里的囚犯不清不楚 看来墨天放这五年礼 也是在我们龙大典狱长的床上度过的吧 怪不得你龙小云 宁可得罪我们周姐也要保探了 龙小姐 有你的事情 你不用管 锦遵墨先生吩咐 天父 你和龙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有自然的事 金月儿 我说过 我不会向任何人解释 这里事情的真相 以自己来判断 各位 今天的事情就到处为止 要是谁再让我知道 在背后乱敲蛇根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有了龙大典狱长做考山 这口气就是不一样 看来回去 还是得好好自豪自豪 在我表明身份之际 祝福 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我们走 这个男人 有点意思啊 混蛋 我说不让你带这个指挥者的废物出去 你偏要不听 现在好了 我们云家坠绪 全靠许愿女人生存的名声 传出去了 我们云家 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爸 天方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我早就看那个龙少云 突然给我们云家补偿 就没有什么好心 从现在开始 他只能带在云家 或许离开半步 可是 我已经把他安排到 咱们酒店餐厅做经理了 你是不想听我的了 爸 我不就是想先找个基础工作 让天方适应适应 如果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 那到时候再说嘛 爸 不好了 我们家的酒店被人投毒了 什么 头上摩天方 这个萨巴星 萨巴 爸 爸 你没事吧 到底又没有人管 你们云家酒店吃死人 没人管 老子可要砸掉 给我砸 住手 怎么找死 天方 放手 算了 天方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是做生意的 要和气生财 这位先生 真是对不起 刚才是他太冲动了 对不起 要是有用的话 我那兄弟 还能回去回来吗 现在这位客人是否是因为我们的菜品而中毒 还不能完全确定 你的意思是 我故意弄死我兄弟来讹你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青龙四二当家 就凭你刚刚那句话 我就能让你们酒店立马 那既然是食物中毒 为什么不马上送医呢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们呢 你们酒店到底做的什么狗东西 一分正不到 人就断气了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把你们云家酒店无常转让给我们 我们就追究了 青龙会的大当家是叫球天龙吗 你是什么狗东西 敢直呼我们大当家的名字 你回去告诉球天龙 这件事情云家一分钱都不给 他要是活 让他来找我墨天放 看来你是给脸不要脸了 给他看 刚刚我把一切都已经录下来了 我给你们24小时时间 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把它散播出去 到时候 那就不止一家酒店了 连你们云氏集团也会完蛋 我们走 妹妹 我早就说了不要带这个废物过来 你非要带他来 现在好了 事情闹得更大了 我爸说的真对 你就是我们云家的灾心 姐 赶快联系云家在龙师的所有黑道关系 尽快把这件事情摆平 去啊 天放 你在外面都学了些什么呀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放心吧 没事 让我怎么相信你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 我会处理好的 莫少 你在这儿啊 上我一顿好找 哟 怎么了 怎么莫少 使我们云露姐姐生气了 事情结束之前 你就在家里 哪里也不许去 月儿妹妹 我还有事要忙 我就先不陪你了 露露 果然是英雄难过 美人观 上次还威风扒命的莫少 被我云露姐姐这么一训 就像小狗似的不会说话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来找我做什么 当然是来感谢我的救命恩人了 找错人了 你的救命恩人 不是什么 齐左龙齐大少吗 我又没瞎 谁救了我 我看得出来 你看出来什么了 当然是齐左龙那个废物 根本没有能力救我 先救我的 另有其人 月儿公主 你还没必要这么着急的 把救命恩人的帽子 扣到我的头上 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我今愿而恨愿分明 博天坊 你逃不去 各位叔叔伯伯 青龙会的人 明明就是讹诈 你们怎么就不能为侄女 说句公道话呀 云侄女 青龙会这几年势力很大 演员是龙氏的地下皇帝 谁敢惹他们呀 公道自在任性 我们云家酒店的名声 也是多年累积起来的 我就不信 还没有人 能主持公道了 我看谁敢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你们这几个老家伙 今天正好 哥儿几个都在 可以帮我主持一下公道 云小姐 云家酒店的事 办得怎么样啊 我们云家酒店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不会出现问题 可是这人证物证俱在 怎么 现在不想给了 可以啊 我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你 还有睡一觉 周二当下的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 我 谁他妈再敢说话 老子拔的舌头 小美女 这两个选择 你选哪一个 老子选择揍你一顿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墨家气兽 云家坠绪啊 怎么 想打我 恐怕 这就不是一间酒店的事 来 拍照 我不是让你别来吗 你怎么跑来了 喂 赶快听你媳妇的话 快快回家去 要不然 等一会儿我和你媳妇 亲热的话 你恐怕接受不了 罗志通 你怕是连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死 我只知道 待会儿跟你媳妇 一仙一死 云露妹妹 现在恐怕就不是 一间酒店的事了 天方 要不你先走吧 别把乱子越惹越大 我这次来 就是来说两句话 说完我就走人 说 让他给我说 各位前辈 咱们龙氏天牢里 有释放死囚的先例吗 天牢死囚都是 食恶不赦之辈 不可能 青龙会 是不是有一些 天牢死囚的人 你这个狗屁坠绪 在胡说什么 什么他妈死囚不死囚的 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天方 你的意思是 今天死的人 是天牢死囚的人 每一个天牢死囚上的手腕上 都会有一个纹身编码 是不是 把那个尸体抬上来 咱们看一看就知道了 尸体 老子找他妈烧了 难道你想让老子 从骨灰堆里 给你找纹身编码吗 罗志通 还没有艳尸 还没有茶米死因 你怎么能销毁乌宙呢 那是那个兄弟 老家的习俗啊 我能怎么办啊 今天废话已经够他妈多了 让你们云家选择给你们云家的脸 来人 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我早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掌握 所以 我早有准备 来人 女的给我带走 男的手脚筋勾巧了 住手 住手 莫天方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看谁敢 你们邻国公主 跑来管我们华国的事 这会不会管得太宽了 如果我以K国皇室的名义 入股了这家酒店呢 是不是就可以管了 月儿妹妹 谢谢你 自己人 别客气 如此一来 事关两国外交 且不可 不可 金月儿公主 我还以为你他们已经是这里的股东了 吓死我了 还好你还不是 还愣着干什么 上 这么厉害 挡得住子弹吗 这个酒店我们不要了 我们给你 不想死的 都给我滚 罗志通 如果你现在回头的话 还来得及 你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打个电话可以吗 怎么 要留遗言 我也是讲人性的 我在龙氏院会大厅 你现在过来 那我是不是可以开枪了 他妈哪个王八蛋 喂老大 我在外面有点小事情 嗯 你怎么知道我在龙氏大厂 好知道了 臭 哪个王八蛋告诉他他 地下龙 老大 是怎么回事 老大 他们云家酒店食物不干净 害得咱们一个兄弟 食物中毒而亡 我来找他们理论 没想到他们欺负人 老大 你瞅我这脸 就是被他们给打的呀 混这东西 你也瞎吗 老大 你不能让一个女人 和一个废物坠去 欺负到咱们青龙会头上 神王大人 我打赢了 你退一段 就算重新接手 功力也难以再长 东西南北四大战区 你是不能再去了 大人 我还可以再战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 理解是何 去神王指示 去龙氏 统一龙是黑道 天龙 一定不负神王所托 战神谷一切 皆是绝密 包括我的身份 是 跪下 让您受惊了 他还在说谁啊 应该是在说你吧 反正不是我跟天放 啊 没事没事 反正我也没受什么伤 不用行如此大礼的 老大 他们是什么东西 也不可以让您低身下气的 你是个混账东西 得罪的贵人 你是要害死我吗 来人 带回去 这件事情 都是这个家伙搞出来的 球某一定背上重礼 向贵人道歉 告辞 告辞 多亏了九天龙卖月儿妹妹的面子 不然今天还真受不了场了 恐怕 卖的是他的面子吧 哇 这个球天龙还真是雷绿风行啊 这么快就把赔罪的礼物给送过来了 真是严们 放下放下 我们云家可不敢收青龙会的礼物 爸 事情都过去了 别生气了 收下吧 青龙会之后不会再来捣乱了 你还有脸说 本来只是一件食物冲突的小事 花点钱就可以搞定 你却动手打人 差点钱整个云家 余万千之地 爸 要不是天方打电话 叫来了球天龙 咱们家的酒店可就保不住了 真的 妹妹 他要是真有这个能力认识球天龙 他们墨家的产业不早就多回来了 还来我们云家入坠干什么呀 他就是假装打电话 装枪做事罢了 人家是看在月儿妹妹这个公主的面子上 要不是有月儿妹妹在 咱们这回就真的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正序 把云家给害死了 天方 我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也不相信 不管我信不信 反正你确实不适合在云家的企业里继续工作 现在你都要赶我走了是吗 对 妹妹把她赶走 人家周公子不是追你一天两天了 这个废物 他哪一点能跟人家周公子比啊 莫天方 你别说我们云家欺负你 你现在马上去媒体发表 解除婚约的公告 我们云墨两家 好聚好散 行 是走是留 我听你一句话 爸 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如果半年之内 他还是像现在这样 冲动莽撞 做事不及后果 那我也无话可说 好 莫天方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天方 还不快谢谢爸 谢谢 全家 你看看 这哪有一点教养 我们云家 怎么都被他害残了 等到一国间谍的事情处理完了 看你们怎么求我 我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秘密 月儿 你弄疼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 跟踪我 谁跟踪你 我是来找露露姐的 她在前厅 怎么可能会来花园 麻烦公主撒谎的时候 找个像样的理由 好 就算是在跟踪你 怎么着吧 无聊 我越想越不对劲 那个二当家 都把我这公主当回事 那个大当家的见到我 就跟见了亲妈似的 你说 这古怪不古怪 这天底下古怪的事多着呢 就好比你堂堂一个大公主 来跟踪我一个男人 我说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别动 现在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下就不能反驳了吧 你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 快回去吧 你就不怕我一个人回去的时候 又遇到刺客了 那这样 我让云家的保镖送你 我看啊 这华国 你就只有你能保护得了我了 我要你做保镖 好你个死坠婿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和别的女人 在云家投情 月姐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看得一亲二楚 你还想狡辩 金月儿 你好歹也是一国公主 露露的结拜姐妹 怎么能做出这种下降的勾当 露露 你快来看哪 这个废物背着你在偷情呢 摩天坊 我刚刚才在爸面前 给你求过情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云露姐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刚刚是她救了我 要救了你 你就以身相许啊 怎么 你俩搁着眼言情剧呢 再说了 这里是云家 还能有人害了你这个公主不成 不是啊 刚刚真的有两个刺客要杀我 是她救了我 救了我 哪有刺客 你喊出来给我看看呢 莫天坊 你可真有本事啊 在我们云家做坠血还不够 怎么 想跑去K国道上门女婿吗 金月儿 我真不知道 你看上这个废物什么了 我 月儿妹妹 看在你之前 替我解过围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记住 麻烦你离开云家 以后我们姐妹俩 一刀两断 天坊 你说句话呀 你堂堂公主殿下 说的话他们都不信 我一个坠血 他们会信吗 只有思想龌龊的人 我会说到做到 请你记住 在这半年时间内 你还是云家坠血 收好你的本分 云露 云露姐姐 云露姐姐 你听我解释 神王大人 你何必受此委屈呢 龙氏点云未散之前 我还是要以云家 坠血这个身份作养 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 真在查 不管是冲墨家 还是冲云家而来 都得死 周上 裘天龙已经下手 我也没办法对付云家了 如果我能让你取代 裘天龙呢 可是裘天龙武艺高强 敢比华国四大战神 这 这 我也打不过他 武艺再强有什么用啊 能比得过我吗 我说是可是弑手 哈哈哈哈 周上 我愿意为您做马千铺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云家还挺聪明的 把自家的当红明星 拉出来做代言人 企图挽回这次世界的影响 周上的意思是 我要让他这次的代言 讲的噩梦 嘿嘿嘿嘿嘿 小的明白了 小的这就去做 哈哈哈哈 莫天方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身边的一切 都慢慢毁在我的手里 哈哈哈哈 再过几个小时 全世界将会看到 云家云婉婉 亲自出演的爱情大电影 我相信 绝对会比岛国出产的 更加火爆 你们云家 真的是出了一个大明星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婉婉 不仅是我们云家企业的代言人 更是我们云家的脸面呢 她要是出了这种事 我们云家 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 不管是黑道白道 只能把婉婉救出来 就行 对了 月儿公主 你能不能求求 秋天龙 帮帮我呗呀 云伯父 其实那次之前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秋天龙 再说 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也没有他 月儿公主 上次是我错了 是我眼瞎 我才胡说八道的 求求你 救救我们云家吧 我说都是真的 月儿妹妹 你真的喜欢天方 我可以把他让给你 在你眼里 我就是件让来着去的货物 天方 为了云家 为了我 你就不愿意牺牲一下吗 哎呀 洛洛 你别求他 我们自己去救 神王大人 查到罗志同刚刚派人 绑架了云弯弯 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你们所有人都待在这儿 不要动 别给我出去添乱 出了任何问题 后果自封 你们 你们给我喝了什么 喝了什么 当然是最烈的迷情药 放我走 放你走 也不是不可以 当然呢 你要先陪我演一段 最烈的电影 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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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情龙怎么又把你这个 王八蛋给放出来了 又是你这个废物坠续 这次大当家不在 看老子拨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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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伤王在面西的 还算有点见识 我最好用糟蹋女人来达到自己目的 仇 仇明 伤王大人 冰露大人找过来了 这情办得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 原路 人在这 快在这 我把手机定位就在这 原路 人在这 周公子 你怎么在这 我正好路过这里 见到这罗志通与菲利云万万小姐 便出了进来 打倒了罗志通 这才救了云万万小姐 莫万 你怎么样了 莫万 她没事 她只是中了罗志通的迷药 昏迷了回去 多亏了周公子在这里 不然我们莫万万可就明界不保了 那个废物 她不是说要来救万万吗 早就知道 她就是在说大话 你是说墨天放一雷了 哎 别提那个废物 她呀 陈天就知道说大话 吹牛逼 到处惹祸 事到临头了 又不见了踪影 姐 别说了 现在娃娃回家吧 她在家里等着呢 幸亏我冲进去这早 不然云万万小姐的明节 那可就不保了 周子星 我好奇的是 你怎么知道云万万被绑架了 还是说 绑架就是你指使的 我看你这个废物是嫉妒周公子了吧 周公子是谁呀 这拳龙是最有权贵的人之一 有什么风吹草动 是他不知道的呀 自从我的婚礼啊 被莫少搅黄了之后 我就一直关注着云路 关注着云家 所以我才第一时间 知道了这件事情 包括上次酒店的事情 也是我暗中通知 是裘天龙去救场的 还吩咐他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还好 没有给云家造成太大的损失 原来裘天龙嘴里说的贵人 是我妹妹呀 这就对上了 还好周公子说了出来 不然啊 我们就要被某些人 蒙在鼓里了 喂 你们两个 说是不是啊 我早就说过 我不认识裘天龙了 是你们自己非不信 摩天方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周公子道歉 我凭什么要向他道歉啊 哼 就凭你之前得罪过周公子 就凭周公子不计前嫌 还来帮助云家 你认为云家坠绪 不该向周公子道歉吗 天方 给周公子道个歉吧 他不配 伯父 不用逼末少了 我记得当年 末少也算是龙氏的一号人物了 他当年还给我争过 龙氏第一哨的名头呢 哼 就他 你看看他这副窝囊肺的样子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天天虎吹大气 差点害了云家 真是十足的窝囊肺 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我真替云妹妹的未来幸福 感到担心 伯父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希望 您把他和云露的婚约给解除 把云露许配给我怎么样 这 可那次 战神朱雀大人在场 不许云家解除婚约啊 只要云露答应 战神又算什么 他难道还能阻止男婚女嫁 两情相悦不成吗 对吧 可是我答应给他半年时间呢 哎呀 你看他这废物样子 别说半年 你就算是给他十年 他也比不上周公子的一根脚趾头 你笑什么笑啊 废物 我说的不对吗 我笑你们是把粪坑里的石头当做宝贝 周子星 你说是你救了云露 那我问你 摄像机里的那张存储卡去哪了 还有 你说你叫来了仇天龙 那你再叫一次试试 莫天方 你怎么如此不堪 那张卡可是云露小姐痛苦的回忆 我还能留着吗 我肯定马上把他销毁了 至于给求天龙打电话 你以为他是街头小混混吗 说来就来啊 周公子 你别生气啊 他这个废物 没见过什么世面 莫天方 你给我滚出去 今天这个宴会 不怀疑你 姐 天方他毕竟还是我未婚夫 还有外人在 给点面子吧 外人 周公子可不是什么外人 我看这里啊 也只有这个窩囊飞坠血才是外人 云雪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天方 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吧 他倒是没做什么坏事 可他的可恨之处是 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却偏要胡吹大气 假装去做事 害得云家差点万劫不复 露露 爸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这次一定要解除 与莫家的婚约 要是是首大人怪罪下来 那我就一个人担着 莫天方 你难道真要看着云家 因为你这个窝囊飞 闹得家族不合吗 一个月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不能让你们刮目相看的话 我自己离开云家 离开云路 好 我记云路做主 就一个月 我可不相信你这个废物 能够一个月之后 从泥囚变成天龙 好 那就拭目以待吧 哎 哎 惹人厌的废物啊 终于走了 来 我们来喝一杯 庆祝周公子 即将成为我的妹夫 哈哈 查到没有 究竟是谁坏了我的好事 查过监控 是莫天方 果然是他 这个王八蛋 怎么哪里都是他 不对 罗指通虽然比不上邱天龙 但他好歹也是个二级战将 怎么可能会被莫天方杀死 我调查过莫天方这五年的行踪 结果一无所获 好像突然消失 又凭空出现一样 他明明已经救下了云湾湾 却没有声张 你一定是在隐藏什么 卧虎在侧 我岂时难安 想尽一切办法 搞清楚他的真实实力 明白 莫天方 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 找我来做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 是你救了我吧 我区区一个废物 我都说是周家大少 我在娱乐圈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抽子星是什么货色 我难道还不清楚 他不过就是靠他叔叔的地位 被人捧上了天 那天我只是中了催情 又不是毫无意识 说吧 你把那张卡藏哪了 扔了 我才不信 如果你是想靠那张卡里的视频来威胁我 我不是云雪云露 靠云家成长起来的大小姐 我的每一步 都是我在这个圈子里自己打拼出来的 你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钱 还是想要我这个人 我对你这个人没兴趣 墨家已经完了 你拼命舔云露的臭嘴 不就是想靠云家翻身吗 我说了 只要有我在 墨家迟早会重返龙氏第一世家 墨家的事我不关心 我只知道 利益换利益 你把卡给我 我把我自己给你 不怕我玩过你之后 翻脸不是人吗 我觉得 你不会是那样的人 所以 我想赌一把 跟我赌的人 这已经说得一干二净了 那为了不说得一干二净 我只好 怎么 继续做久了 不敢了 还是 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永远不要拿你们女人的手段 来挑战男人的底线 你别生气 我刚刚只是试探 你有病吧 拿这种事情来试探一个男人 我说了我好赌 这不 我赌赢了 行了 快来坐下吧 我去给你倒茶 不必了 你救了我 又对我别有所图 所以 我决定 当你的奴隶 疯了吧 能轻易杀掉青龙灰二当家 正面硬钢 是手亲侄子的男人 一定是在天底下最厉害的男人 我心甘情愿 主人 我帮你揉揉腿 你这般接近我 到底有什么目的 主人 终于我 我 你别哭了 外面这么多人看着 传出去对你名声可不好 只要主人 能同意让晚晚侍奉 什么名声不名声的 晚晚都不在意 晚晚 只想让主人开心就好 你在这样 我可要打人了 你 主人想打哪 要是打晚晚能让主人开心 那主人 就再打晚晚一下 你 你 主人 如果你记住 我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 我真的会一场毙了你 嗯 晚晚明白 晚晚一定会帮主人保守秘密的 我还有事 先走 可要是晚晚 想主人了怎么办 现在就不听话了 晚晚听话 你到底是不是浩天神王 快想想办法呀 你们不是把我赶出墨家了吗 现在还有脸来求我 天方 那可是咱们墨家的产业 你不能不管呀 你老公齐左龙不是很厉害吗 他的主子可是周子星啊 怎么不去求他 天青姐已经跟齐左龙离婚了 你不知道吗 问我什么事 你还好意思自称是墨家大少呢 齐左龙离婚把墨家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到了齐家名下了 墨家 现在在龙市 连个扫马路的都不如 天青姐 你别求他 他现在见了周公子 就像老鼠见了猫 墨天方 你忘了小时候谁跑前跑后照顾你了吗 你说我把你赶出墨家 那是因为你得罪了周公子 我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虽然你现在一无所有了 可是墨家 结果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把周公子往死里得罪啊 周公子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 你姐夫一定是怕你连累了他 才跟我撇清关系的 撇清关系也不至于把财产都转到他的名下吧 那你去求求周公子 说不定周公子心一软 就让你姐夫把墨家的产业都还回来了 姐 我墨天方不会求任何一个人 墨天方 如果墨家完了 你就是罪人 你有什么脸面 去见墨家的祖宗 这巴掌看在小时候的勤奋上 我不跟你计较 如果有下次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墨天方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无能 只是爱吹嘘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的冷血 我鱼龙只是瞎了眼 竟然苦苦等了你五年 哎呀 我早就跟你说了 周公子才是你的良配 这个废物 连给周公子提鞋都不配 天青姐 周公子现在正在追求陆路 我和陆路去帮你求情 就让这个废物 最后在云家享受一个月的坠续生活 好 我们快点走 我弟弟还能甩收点骨 慢着 他们还绑着人 姐夫 姐夫 姐夫你就饶了我吧 我真的没有钱了 你瞎叫什么呢 我现在不是你姐夫 你们墨家得罪周公子 谁还敢跟你们家扯上关系啊 得罪周公子的是 是墨天发 不是我跟我姐 哎 少废话 老师待着 等你姐 拿钱来数你 花她放了 我说怎么那么倒霉了 原来是你这个墨家废物在这呢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 你这臭娘们叽叽歪歪什么呢 你弟弟 赌钱 输给我手下的兄弟两千万 这是欠条 你给我钱 我给你 姐 是他们设的局 他们以诱我才赌的 白纸黑字 随你们怎么说 墨家的财产都让你转移空了 我哪还有钱 墨家财产 你还好意思说 五年前这个废物消失的时候 全是靠我齐某人在撑着 你们墨家才苟延残喘到现在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应该的 要怪呀 就要怪这个废物 李左龙 把他放了 有本事冲我了 哎哟哟哟哟 我好害怕呀 我告诉你 这是北域战神的场地 连青龙会的秋天龙都不敢惹事 你们是真的没救了 哎 这里是孙高阳的产业 住后 胆敢直呼北域战神的大名 就中这一条 我就灭了你 这是北域战神的管家 他可不好忍了 管家先生 他刚刚会龙氏不久 还不知道规矩 您别把他当回事 叶芳 快给管家先生道歉 他还不配 臭小子 我看你是不想活着走出去了 管家星宗啊 可否给小的一点时间 处理一下小的事情 给你半个小时 你跑到那里 我就把你抓回来 哼 我早就说了这个废物 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 你们还偏不惜 七少 你也知道 我们云家和墨家相交墨逆 再说了 现在周少 正在追求我的妹妹云露呢 要不 你就看在周少的面子上 放过天心姐他们俩吧 云露小姐的面子 我是一定会给的 但她 这个废物 必须从我当下钻过 来 遮呀 七少 她现在终归与我有婚约在身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位小姐 你要是想钻 你也可以钻呀 天方 为了你堂弟 你就委屈一下吧 莫天方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当你该表现的时候了 你难道想当缩头乌龟不成 天方哥 我不想去棉被 你救救我吧 刚才不还张口坠虚 闭口坠虚的吗 现在怎么都一个个来求我了 你们这些人的脑子 都装了些什么呀 天方 我们云霞仓促之间 也拿不出两千万 要不你就 我的内心是有限的 你们商量好没有 好 我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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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管家来了 有人砸北渝战神的场子 小子找死 住手 这两千万 我替墨家出了 你小子找死 住手 这两千万 我替墨家出了 吉月 这是华谷 轮不到你插足 哎呀 不就是两千万吧 我替墨家出了 国家大人 这两千万是小事 我挨打也是小事 可这小子 不守北渝战神的规矩 就该死 你可千万不能原谅他 我做什么 所以你们来交吗 给我滚 小子 我留下来受死 喂 我可是公主 难道这点面子都没有吗 你要杀他 就先把我给杀了 你个爷们 靠给你的混账 算什么东西 本玉什么时候这么狂 连手底下的一条狗 都见人救药 你 黄扑哥 北渝战神什么时候 允许你滥杀拼命了 你是 这周翠大人道歉 有事远迎 我有事吩咐你 人杂人的 赶紧棍 管家大人 这小子 破坏北渝战神威名的事 您不管 我说话的时候 竟然有人插罪 难得一见 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滚 走 这位小姐姐 好帅啊 你也给我滚 我 树下 给黄扑哥布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任务 向来他没时间找神汪大人的麻烦了 龙氏最近形势复杂 让北渝过来清理一下 是 什么人 我是金月儿公主的朋友 有请柬吗 金月儿认识我 你可以向她去汇报 你也不瞧瞧自己 还认识我们金月儿公主 赶紧滚 否则 我们对你不客气 这不是默家气少吗 怎么 这是来看大门来了 云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现在还是我的未会期 你连参加个宴会都给挡在门外 还好意思提合云露的婚约 你不先丢人 我们云家还先丢人呢 莫少这是吃我的醋了 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格吗 你还是继续在这儿做看门狗吧 金月儿 你们怎么守的门 让无关的人随意闯进来 把他给我赶出去 慢着 他是我起来的客人 我看谁敢对他无礼 别怪我今天翻脸无情 公主殿下 他的身份你很清楚 他只不过是一个莫家的坠婿 莫家的气少 云家的坠婿 今天可是你回国的欢送宴 来的可都是各界的名流 你要他这种废物跟我们平起平坐 这是看不起我们华国 对啊 金月儿公主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华世名流 如果公主执意要这个废物 跟我们同袭的话 我们现在立刻离开演会 你们黑国王室的生意 我们再也不欢迎了 对啊 不跟你们合作 不跟你们合作 云露小姐 这个人真的是你未婚夫吗 我与他确实有婚约在身 不过我们已经约定好了 下个月便取消婚约 妹妹 这个人的身份 不配做我们王室的朋友 你现在立刻让他马上出去 我可以不计较他 私闯宴会的责任 否则 别告知他不客气 金贤宇 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他终究都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也不行 把他给我赶出去 金贤宇王子 如果莫少 是我青龙会供奉 不知道 我没有资格 出现在这宴会上 怎么可能 莫天方明明就是 一个废物赘婿啊 怎么会有资格 做青龙会的供奉 难道这个莫天方 是个高尚莫少的高人 求会长 他只是个赘婿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我以为是谁 在这里叫的这么坏 原来是周古 你的意思是 我以我求某人的智商 求会长 他这个坠序在龙室 是个废物 人尽皆知 我只是好意地提醒你 千万别误会了我 各位 我莫天方今天过来 只是做一件事情 干完我就走 金元儿 你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 大英雄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回国的话 又死定了 你在说什么混蛋话 我是你亲哥哥 有我在死 谁敢对你无力 就是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父亲就是你毒害的 你想将我聘回国内 杀害之后 国主之位就是你的了 莫天方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知道你有能力 他有能力 公主 你求谁 也不应该求到他身上 他只不过是一个 连未婚妻都敢抛弃的 一个坠戌而已 秦贤与王子 月儿公主所说的 都是真的 周子星 你们华国 就是这样对待外宾的吗 莫天方 你放肆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 会引起两国的纠纷 我现在就以破坏 两国邦交的罪名 将你抓起来 秦月儿公主是我的朋友 她要是不想走 你们谁都带不走 秋天龙 秦龙会上下 为末少命令侍从 保护月儿公主离开这里 谁敢阻拦 杀无赦 遵命 你这个混蛋 欺负我妹 年幼无知 竟然拐骗了她 我要向你们华国 外交部抗议 金贤宇 我劝你少在华国的地界放肆 否则我一个电话 就可以将你驱逐出境 云露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确定要和我解除婚约吗 莫天方 如果不是你突然出现 我现在已经是周夫人了 我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 你却一次次的让我失望 你就是一个只会靠 女人上位的废物 想带金月儿走 不就是行 我们云家的追讯 做得不过瘾 想跑到国外去做追讯吗 好 我成全你 各位 从现在开始 这个废物 不再是我云露的未婚夫 我们云家 与他一刀两断 好 走 你走得了吗 我倒想看看 是哪个混蛋 敢履五国公主 你是K国郑国战神 有五成 九天龙 还算你有点眼力 今天郑国身亡在此 除非你们华国 有两位三级战神 否则别想带走我妹妹 公主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你哥哥的话 随他回国吧 华国人 是保护不了你的 莫天方你快走 你不是他的对手 莫绍 当初东海战神 差点被他打败 我猜你们华国 也就是传说中的浩天神王 能配跟老夫做对手 不过老夫听说 他已过世多年 只剩几个毛眉长期的 新战神 在撑着场面 我看你们华国的五者界 早就没落了 老汤 你吹什么牛 我们浩天神王 神功一针化镜 自然不会出手 否则 你岂敢踏入华国境内 好吧 那就让你们浩天神王出来吧 对付你这个老东西 不用浩天神王 我这个瘸子 就可以收拾你 你真狂王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黑道的一个小痞子 老夫一只手 就能灭了你 战神大人 别跟这帮人废话 动手吧 邱天龙 你是主动的把人交出来 还是让老夫动手啊 邱天龙 跟他打 我倒想见识见识 这个黑国的镇国战神 到底是什么实力 住手 邱天龙 你要做什么 金贤与王子 漂不成战神 都是我国的贵客 敢对贵客无礼 我看 青龙会 可以解散了 首相大人 就是这个废物 墨天方 非要带走金月儿公主 阻止他们回国团聚 你快带人 把他们抓走 又是你 墨天方 你还是不是我们华国人 故意调谱我们华国 与K国之间的关系 究竟居心何在 你作为堂堂一个首相 处处替着外国人说话 你说让浩天神王知道了 你这个首相位子 担待得起吗 那是本首相 与神王大人的事 轮不到你来指挥 快放开金月儿公主 我要是不放了 首相大人 这事您就不用插手了 老夫自己会解决的 小战神息怒 这个墨天方 不过是龙使的一个 不入流的小人物 不要因为他 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啊 好 首相大人 看在您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动手 但您得让他爬着过来 给我磕三个抢头 我就饶了他 浩天方 听到没有 朴大人 大人有大料 故意你这个不开眼的小子 一般计较 还不赶快爬回去谢罪 你看要不这样 让那个老不死的什么朴战神 现在也爬过来 给金月儿公主野科三个像头 我还可以考虑让他活着滚回K国 你找死 放肆 黄空小儿 你找死 阎天长 所有无关人员 全部走开 你们也走 没错 镇国战神苦练十年 终于练成这阎天长 就算你们华国浩天战神 死而复生 今天也要败在镇国战神掌下 东海战神险些被你打败 原来你练了这种邪恶的掌法 燕天长 须用百年童男童女的生命 练功颅顶 深一层 还要再加百名 你知道的倒是挺多的 镇国战神已经将燕天长颠倒了地角层 哼 天下再无敌手 镜玉仙王子 还在我们两国邦交的份上 赶紧叫朴战神听了这掌法吧 晚了 这燕天长一旦发动 必杀伤人命才能收工 今天 谁也逃不掉 那就看看 是我邪天龙的命影 这是你皮鸟老头的掌印 马背天龙掌 臭死 你怎么样 中了老夫的敏天长 无药可救 最多 你能活上半生 神王殿下 天龙没用 我打不过他 别急 这才是 大人 打敌当前 不能在属下身上浪费神王之力啊 他一言都留完了吧 还能来吗 再来 老东西 我还没有死 不会吧 中了老夫的敏天长 岂能若无其事 华国武道 远远流长 即使你这种小国家 能亏的奥义 再来 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新花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你的功力怎么会瞬间大涨 到达了三级战神的境界 甚至还高 我说过 你这种邪恶的掌法 一定会被正义的掌法所克制 谭老头 现在我要带着月儿公主离开 你还敢来吗 你休想 让他们走 让他们走 怎么可能 这个死瘸子 怎么会有三级战神的实力 有他护着这个废物 我岂不是更难对付这个人了 周公子 我们就不要再研究 墨天放和秋天龙 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以后我们不要理他就是了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以为我愿意理他吗 他的父母是被我逼死的 他又岂会不找我报仇 你不是说 他的父母是因病而亡吗 云露 事情已然是这样的了 如今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他肯定不会善把根修的 为了我们的未来 只好委屈你一下 你要做什么 这个你就别管了 金王子 朴战神 如今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 你是眼瞎了吧 没看到朴战神 被秋天龙打伤了吗 无妨 今日只是老夫轻敌了 让那个瘸子占了便宜 踏实 一定集中精神 打他个尸骨无存 周公子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会跟一个坠血 有这么大的仇恨 这你就别管了 就说有没有兴趣合作吧 你也答应我一个要求 说吧 帮我杀一个人 谁啊 我的好妹 金月啊 拜见浩天神王大人 你 你就是华国的浩天神王 没错 天哪 我就知道你 肯定不是凡人 肯定是个大英雄 这样我岂不是救救了 我终于可以抢回我国家的国主之位了 金月儿 请你注意你的身份 我是华国的浩天神王 可不是你的保镖和助力 我当初救你 也是看在你帮助过的分子 那你不管我 世界上就没有人管我了 那 我还是被哥哥带回去杀死好了 走啊 你要愿意走我也不拦着 错了 不走了 我就赖在你身边了 从今天起 我就当你的女人 神王大人 经过昨晚的仪式 您的身份 肯定已经被朴普城猜出来 哎呀 放心吧 他不会的 让我们国家很小 但是我们国家的人啊 都很自大 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 那个朴普城 肯定会认为是他自己的疏忽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 主人 晚晚想你了 你却有别的女人 闭嘴 做我的女人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你难道不清楚吗 听话就听话 我就不相信 你对别的女人 已是这样 我没和你说过没事 不要来打扰我吧 你忘了吗 我有急事 主人明天务必要来一趟 他 他叫你主人 怎么你有意见 我 那 那我就你老公 随你 莫少 你终于来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时间不多 雪儿姐 你快说呀 晚晚 你说找人帮忙 就是找的这个废物帮忙呀 雪儿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意之前的过节 你快跟莫少说 莫少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云 婉婉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替我做决定了 之前和你说的事情你都忘了吗 莫少 出大事了 如果是云家的事情的话 那我可爱莫能助啊 婉婉 你别求他 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我们云家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署罢了 有什么本事能帮到我们啊 走 我们再去找别人帮忙 莫少 云露出事了 什么 云露现在和我已经解除了婚约 他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莫少 云露被绑架了 我说过 云家人的生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爱找谁找谁 我说了你别求他 你还偏不幸 他一个废物赘婿 他能帮上什么忙啊 是啊 我区区一个废物赘婿 哪比得上他云露的心上人周的公子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周公子 都是因为你 周公子也被打伤了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他被打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莫少 你拐待K国公主的事 让K国舞者界十分恼火 他们不管不顾 帮走了云露姐 否则的话 否则会怎样 神王大人 反了他们 区区小国的战神 在我们华国的地界为所欲为 让属下带人铲了他们 救回一路姑娘 没错 他们以为神王不出现 华国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吗 他们是有备而来 不可轻视 会场 我们青龙会在龙市的会所 被人给砸了 好 所有的场子都被砸了 听说带头的是一个从国外来的战神级高手 袁医长 天牢发生暴动 有战神级高手混入死球之中 请您速反天牢镇压 朱雀呢 昨晚东海战区出现数艘不明国籍的潜艇 朱雀去协助东海战神稳定海防 他们这是要决战 朱雀 你速去带人稳定龙市秩序 龙小云 你回天牢镇压暴动 是 是 男女神威胁 找死 这是王子的房间 不能进 云露 你没事吧 云雪 怎么是你 云露呢 救命啊 非礼啊 墨天放 你得不到我 就会毁掉我的姐姐吗 姐姐 原来是你们合伙做的渠案 墨天放 你企图强暴金贤与王子的女朋友现在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什么王子女朋友 老子根本不认识她 本王子与云雪姑娘一见倾心 现在云雪姑娘是本王子的女朋友 你这种行为是在侮辱我们K过 现在就算杀了你 你们华国也不敢说 小子 你丑死啊 一个老掉牙的东西 我还不够看的 丑 九转花魂香 没错 还算你有点见识 中了九转花魂香的人 将会全身经脉堵塞 神志不清 以后你就是个废人 云露你好狠的心 废物 你还记得五年前吗 如今本少爷还有再次挑断的手机机 让你成为一个废人出现在龙石 好让全世的人都知道 谁才是龙石 第一少 我就不相信你如今还能再次长出手脚筋 这样我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磕头磕到我满意为止 我说不定还会给你留一只手 省得别人一辈子来给你备饭 看来是时候让你们周家 在华国出名了 直到如今你还敢嘴硬 可惜啊 没人来帮你了 好可惜啊 本来今天还有个大秘密没能告诉你 什么秘密啊 一个可以让你一步登天的秘密 关于华国浩天神王传承的秘密 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将你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那是什么狗屁秘密 我不看兴趣 满 老夫倒是有点兴趣 这个秘密 我只能说给华国人听 也好 满足你最后一个愿望 靠近点 找华国的秘密 你竟敢炸我 好可惜啊 竟然没能将你打死 住手 你来得正好啊 老子连你一块儿杀了 住手 不准你们伤害他 不准你们杀 你他妈来得正好 老子连你一块儿杀了 丁贤宇 我一次将你做的所有坏事都放在网络上 如果我死了 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自动发布 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 你是如何为了国主之位师父杀妹的 又是如何陷害莫天放的 你竟然这么做 你这样会是可以我成为全世界的笑变 那又如何 王子 别听他胡说八道 现在正是除掉这个废物的最好时候 我相信他真的能走出来 反正莫天放以后 也只能是一个什么都干不了的废物 放了他 无所谓 金贤宇 我不同意 你小子 要是你师父北玉战神在此 老夫可能多少会给他的名字 可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问你我们王子的意思 目前在你们华国 还没有一个人是我老夫的对手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听话吧 子星他都已经这样了 要不就算了吧 骂你 银路 你是不是还对这个废物于情未了啊 我都已经为你做了这样的事了 你竟然还打我 我打你又怎么了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得到任何东西罢了 既然他已经成了真正的废物 你自然也就没用了 还不是你老公吗 还不是你未婚夫吗 带回去养着 我让你们云家和墨家 成为龙氏天大的笑话 当初老夫跟你说什么来着 你就是不听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家里反而多了这个浪费粮食的废物 不 还有这个不要脸的公主 我 妹妹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挽回周公子的心 让他重新喜欢上你 这样我们云家才能有活路呀 云家完了 云家这次彻底完了 你们还有脸说 当初要不是你们 非要让我嫁给周子星 墨天放回来也不会跟他起冲突 我们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多好 哪会像现在这样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啊 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 你跟着他 能有什么前途 我们云家能有什么好处 你只有跟了周公子 我们云家才能在龙氏成为第一家族 可是现在周子星已经不要我了 哎呀妹妹 你去求求周公子 要是实在不同意 你不要名分 给他做小也行啊 丢人现眼 金月儿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就算是丢人现眼 也是我们云家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 你什么你 你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了 是我们云露 看在你们节义的份上 才留你在云家的 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再给我风言风语 小心我撕拉你的嘴 哼 神王大人的意思是 青楼会放弃地下势力 不是放弃 是收缩 理由是你使用秘法强行提升功力 遭到反噬 身受重创 先让外部势力慢慢渗透进来 最后再连根拔起 至于龙小云那儿 我已经通知过他了 天牢那边也该放放手了 让敌人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明白 我说到处找不到你这个废物 原来是躲到这儿来了 怎么了 本公子驾到 你们青楼会就这么没眼力驾 还不赶快出来迎接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让老子来迎接你 求天龙 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就凭你 老子随手就能捏死你 看来朴战神猜得果然没错 你上次使用秘法强行提升的功力 遭到反噬了吧 现在的你 恐怕连刀都提不起来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就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秋天龙 与你现在的实力 是保不住青龙会的 我呢给你个机会 把青龙会会长的职位让给你 我心意软呢 说不定还会放你 区会长不要啊 老是还等着你来保护呢 这个废物 我想弄死他简单得很 但是求天龙 我再给你一次选择 要么 在这个废物面前给我跪下 要么 我就带人冲进来 强行接手这青龙会 那时候 你这二档架 恐怕都保不住了 我认责 从此 青龙会就是周公子的 你要干什么 滚开 给我看好了 这个要保护你 现在要给我下跪了 看好了 看 刘天龙 叩献青龙会大当家 看 看到没有 他在向我下跪 你现在 你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想杀了我 来呀 杀了我来呀 天龙 那你这辈子都没这个机会了 所有跟你相关的人 都得统统跪在我的脚底下 包括你们墨家 云家 青龙会 还有那个天牢笼小云 有一个算一个 统统都得跪在我的脚底下 杀 不 谁 金月 我劝你别耍什么花招 我可不是你哥 我把你脱光了 卖到积元去 自己愿意给 邱会长下队的 关我什么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邱天龙 我献你三日之内 把青龙会所有的产业 统统交给我 周公子 不 周会长 青龙会这么大的产业 三天 时间太短了 我说三天就三天 过了时间 你也不用在这龙氏上面混了 走 周会长辛苦了 周子星真以为我给他下跪 其实我贵的是大当家您 月儿 去把鸳婉叫来 我想知道 他在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谨遵神王老公命令 莫少 莫少你怎么了 莫少 你还有脸问 是不是你故意和周子星联手 故意设计 又骗莫少去酒店救云路的 你到底收了他多少钱 金月儿 你说话注意点 以你的身份还没有资格质问我 再说了 莫少他救过我 我都已经是他的小奴奴了 我怎么会帮别人害他 真不要脸 要不是你打电话 故意让莫少知道云路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中箭 我那也是没有办法 云学姐找到我 说云路被绑架了 我想云学姐也不好意思 跟莫少求帮助 我只好亲自给莫少打电话 主人 对不起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金月儿 我主人到底还能不能恢复正常 莫少能不能恢复正常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既然这次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那就赶紧滚吧 本公主现在看到你就心烦 我不 我要留下来照顾我主人 你一个大明星人在这里照顾他 你还信他的麻烦还不够多啊 呀 看不出来 这个废物还真的有人稀罕 云雪 你竟然敢利用我 我利用你了吗 我当初可是说过 不让这个废物去帮忙的 他自己非要去 我有什么办法 没想到你们两姐妹 竟然这么不知廉耻 心狠手辣 我余婉婉真是瞎了眼了 余婉婉 我劝你最好离这个废物远一点 小心周公子生气 你这个大明星 就再也活不起来了 云雪 我今天就要替莫少报仇 打死他 打死他 给我送开 送开 送开 你个臭娘们 我今天就不信吃不了你了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臭娘们 臭娘们 住手 谁让你们在这儿胡闹的 成何体统 周子仙 你怎么又来了 真是阴魂不散 我决定要娶云露 为什么不能来 王文 今天是你云露姐和周公子 重新商量婚期的大好日子 你要再跟我胡闹 就给我滚出去 云露 周子仙都那样对你了 你怎么还要嫁给他 公主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我这叫爱之深 恨之气 自从那天回去以后 我心里也愧疚得很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一个 深爱着我的女人 所以啊 我决定痛定思痛 决定再向云露求婚 让云露 嫁给我 正好 莫大少爷在 当个证婚人吗 云露 我错了 上次是我不好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字机 让我好好爱你一次 云露 你不要相信他 不可以嫁给他的 金月儿 你要再胡说八道 就给老夫滚出云家 我 没错 我妹妹和周公子 可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 你少胡说八道 妹妹 你快答应周公子啊 我答应 这就对了 这次 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了 是吧 莫大少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都忘了 莫大少现在是个连大小便都需要人照过的废物 云伯父 这莫大少好歹也是我跟云露之间的红娘 这次的婚宴 一定要带 就别带这个废物了 被丢人 哎 一定要带 莫天风 我要你亲眼看着 我怎么蹂躏你的未婚妻 哎 行虚啊 要不要再商量商量啊 哈哈 天风 虽然你已经是个废人了 但是我们云家 会看在之前两家的情谊上 会好好养你的 哎呀 走了 你跟这个废物他讲再多也没用的 他又听不到 走走走 云露 你真的不可以嫁给他 云婉婉 你照顾一下末少 主人 你 真的不记得婉婉了吗 你真的不记得婉婉 看来 你还真成了一个废人 可惜了 莫天风 没想到你这么废物 连区区一个正国战神都打不过 这也比上一任号天神王差远了 本来还指望 你跟K国打起来 我们R国好坐收 渔翁日历 没想到 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这样也好 华国浩天神王已经废了 就再也没有人 能阻止我们R国的入侵了 哈哈 哎 露露 你看 我穿哪件衣服去你婚礼上比较好 这件还是这件 随便你吧 你穿哪件都好看 哎 妹妹 马上是你的婚礼了 你在想什么呢 姐 我始终觉得对不起摩天风 哎呀 我可警告你啊 你可担负着振兴云家的希望 你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周公子身上 周公子这次饶过了你 你要是再跟墨天方纠缠不清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下场了 静月 我告诉过你 你和这个废物只配在下人的房间里面待着 这个客厅是你配进来的吗 我只是想亲眼看看 那个周子星露出真面目的时候 你们那个哭蝶喊娘的样子 到时候可没有人来救你 哼 你想什么呢 周公子娶了云鹿之后 云家将会飞黄腾达才对 哼 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周公子呀 还真的在婚宴上 给这个废物留了个位置 你到时候呀 就跟着这个废物 亲眼看看我们云鹿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华国后天阵神已经废了 这次周子星的婚礼将是我们的突破口 对地要求 也要杀掉他们几个重要手 我就不信 他们两国不开战 是 是 人生何处不相逢 兜兜转转树院 经过了这么多风波之后 我周某人和云鹿小姐的婚礼 终于能够顺利举行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墨家大少的墨天放 来 我们欢迎 墨大少入场 墨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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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亲口听到你问我们两个 啊 sorry sorry 我忘了 你不能说话了 是吧 你不配得到我的祝福 你不配得到我的祝福 啊 原来你能说话呀 这样就有意思多了嘛 不然我欺负一个口不能言的哑巴 这样多无趣啊 来 墨天放 你告诉大家 今天来的都是龙氏各界名流 你告诉大家 谁才是龙氏的第一哨 啊 周子星 你以为这还和五年前一样吗 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 这龙氏第一哨的名套 你要拿就拿去好不好 我根本不在乎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啊 别人送上门来的我偏不要 反而是别人身边的 我偏要讲过了 你看 龙氏第一哨是我的 你的女人也是我的 这个女人 我早就不要了 哦 周子星 你说过你是爱我的 傻丫头 我当然爱你啊 但只要是墨天放的一切 我都爱 来人 把她坐的轮椅给我扔了 周子星你敢 我说过 只要是关于墨天放的一切 我都要抢了 扔出去 我又让她像条虫子拍在地上 看着我和她的女人 洞房 现在龙氏我说了算 我想怎样就怎样 谁敢反对 对了 我还告诉你们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龙氏的君政两界 都由我周子星掌管 龙皇王子金贤宇 携镇国战神 公助 周子星新婚大吉 傻妹妹 现在周公子实力强大 可不敢得罪了她 金王子 朴战神 您二位怎么亲自过来了 当然是来接受我们的战国 有什么意思 周家小子 你以为老夫来华国 是为了接公主回国吗 太天真了 没有足够的利益 老夫是不可能千里迢迢 来到你华国的 是我私利不周了 既然如此 五千万美金 就当是送给二位的诚意了 怎么 你们龙氏这么多产业 就值五千万美金 我要价值一百亿美金的龙氏产业 金贤宇 你这是敲诈 没错 本王子就是敲诈 反正你们现在 也没有人可以跟朴战神抗衡 我就算敲诈 也没有人敢听你出头 怎么回事 之前我为了对付你跟莫家废物 你这两个人合作礼拜 谁只等狮子打开口 周公子 如果你们龙氏给不出的话 我也不建议亲自上手去抢 抢 经过我同意了吗 莫天放 你竟然还能开口 不可能 种得九转化身香的人 不可能如此的神智清醒 明白了 你前面都是装的 不配做一个真正的武者 不管我是不是装的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不允许有人要动龙氏的一分一毫 周公子 周氏 难道你们龙氏要听一个废物的话不行 亲王子何必为了一个废物去生气 这个废物只是不甘心失去一切 你口舌之力罢了 来人 把你拖出去 就算你现在把我杀了 他们俩也不会对你属下留情 你可不能答应这两个人的要求 要是将龙氏的产业给了他们 那就如同隔地陪宽一样 那咱们爷俩就成了华国的罪人了 那可由不得你了 朴普昌 你敢打我叔叔 略是小诚而已 周公子 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王子的要求 哥别怪老夫要打开杀戒了 邱天龙 你不是能打得过这个老头吗 帮忙 邱某人重伤未愈 不能动手 龙小云呢 龙点狱长 镇压天龙是被人偷袭 犯为苏醒 今天就是华国没落的开始 你们的耳朵是龙了吗 我说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不会允许有人要动龙氏的一分一毫 那还不容易 先杀了你 条战神 杀了他 不可能 战神之力 这不可能啊 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可是华国至高无上的浩天战神 这什么事啊 侵犯我华国 找死 浩天神王 怎么可能 你要是浩天神王的话 怎么会甘心做云家的女婿 我之所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是因为有人妄图挑动我华国的安宁 我才不得已隐藏自己的身份 现在你们这些人都已悉数浮出水面 我也不需要隐藏了 要不说 你忘了当年和我华国前任浩天神王之间的约定 终身不得踏入华国半路 如果你们老神王要是在世的话 老夫可能还会记贷你的身份 如今一个如羞未干的一个小猫孩子 就算你得到了神王的传承 有的如何 老夫我不怕你 今天你们四大战区的战神 已经被牵制在外 不可能来救 老夫今天要亲手送你这个华国浩天神王 归天 朴卜城 真当我华国无人了吗 天牢点狱长 华国二级战神龙小云 拜见浩天神王大人 青龙会会长 华国三级战神 九天龙 拜见浩天神王大人 邹中帆 周子庆 还不赶紧拜见浩天神王大人 原来你们都是装的 我们只是要龙氏一份产业而已 你仍是龙氏第一赏 但如果这个坠绪就是浩天神王的话 那你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们怎么办啊 有我在呢 华国浩天神王和K国郑国战神大战的场面 几十年难得一遇 我难道能够不来吗 你说是吧 我的主人 我早察觉你形式诡异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既然没有中毒 应该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我就是阿国至高战神 阿布勤 这怎么可能 阿布勤臣名已经十多年了 这怎么可能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呢 看来你的功力已经达到 可以随意更换容貌的情形 可惜你发现的太晚了 阿布勤 和我联手 送他归西 狂妄 你们人手中都又怎么样 没有一个是超越战神级武力的武者 根本不配做我华国浩天神王传承的对手 你的师父 也就是上一届浩天战神也是这么说的 不还是死在了四大战神的围攻之下 是你杀了我父亲 想要报仇啊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神王大人 我请求与这个女人 单独打一场 他们功法诡异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我请出生 杀福之仇不共戴天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女人 即便是杀不死她 我也能摸清楚她的套路 那你自己小心点 若是不敌 推荡我生命 无关人员 纷纷离开 你们不能走 在这里等待神王大人发落 来吧 让我杀了你 寄我父亲报仇 就你这废物 也配抄做战神高手 今天就拿你开刀 不愧是浩天神王 小老头 还在等什么 等着他把我们逐一击败吗 好 那再一起上 赶掉花国浩天神王 上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一个人 击退我们四位战士的围攻 这可是 连上尉浩天神王 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上尉的浩天神王 他怎么可能被女人击败 要不是他老人家 大献将至只剩下 不到一成的功力 就你们这些跳梁小丑 也可以做他的对手 龙小云 将这几人押入天牢 严加看管 是 九天牢 你速速返回青楼会 让首席的人查清楚 龙氏之内 到底还有多少国外的见点 如果有情况的话 速速来报 是 周大公子 我这浩天神王的位置 你要不要也夺过去 神龙大人 是小的有眼无助冒犯了您 那个 您看在我师父 北狱战神的份上 求求你 饶了我 鱼龙我不要了 还给你 还给你 龙子清你真恶心 把你们周家 所有的产业都拿出来 捐给龙氏 好好好 现在立马给我滚 看在你师父 北狱的面子上 我饶你俩不死 多谢神王大人 多谢多谢 滚啊 走 可惜了 可惜什么 连你也同情他们 我是可惜这婚礼现场 布置得这么好 浪费了 既然不想浪费 那就好好利用起来 靳远儿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真的可以嫁给你吗 我从来不说第二名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了 两位 在这里过得可还好 周子清 你不是被墨天放 赶出楼市了吗 她说让我走我就走啊 我要把属于她的一切 全都砸烂 来吧 妹妹 她可是浩天神王啊 十个周子清 都不配给她提鞋的 你去求她不丢人 上次 她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说明她心里还有你啊 够了 姐 你还嫌这日子 被你搅得不够乱吗 你还嫌我们云家 不够丢人吗 我现在哪里还有脸去求她 你要去 你自己去 我不去 云露 你别忘了 你是云家的人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云家给的 爸 你说我做的有错吗 我所做的一切 什么时候只为过我自己 我不都是为了云家 为了你们 你住口 这件事让露露 一个人拿主意就好了 她拿定主意 花花菜都凉了 云露 我不管你怎么想 你必须去求浩天神王 想我做什么 老夫拜见浩天神王 不用客气 把我当成之前的末天房 这哪敢呀 浩天神王请坐 月儿妹妹 你也请坐 你们还没说要求我做什么 当然是我妹妹 云露 她心里还爱着浩天神王 她希望浩天神王 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们云露两家 重修就好呀 云雪 过来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 你这个废物 你竟敢 不 我不是故意的 神王大人请饶命 已经好几天没人当着我的面 叫我废物了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不是 之前是我 立于熏心 神王大人 我冒犯了你 请您放过云家 姐 你起来 妹妹 你快给浩天神王跪下 让他放过云家 莫天风 之前是我做错了 你要怎么处置我 我绝无悦言 我说了要处置了吗 神王大人 您的意思是 放过云家 我没说你 居立毕害是人之常情 我可以理解 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但是云雪 挑拨离间最大恶极 回天牢里采缝纫机吧 多谢神王 不杀之恩 还有 我这次来 不要告诉大家一件好消息 我和月儿 就要结婚了 月儿在华国没有亲人 云露 你作为她的结拜姐妹 当下她的娘家人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恭喜月儿妹妹 神王大人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 你不是离开龙氏了吗 还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在没有杀死你之前 我怎么敢走啊 快去天牢看看吧 去晚了 华国可就损失 两个战神级舞者了 秋天龙 小云 周子星 私放私求 杀我战神 我是要让你在华国内出名 神王大人 是不是很惊喜啊 我好心放你一条生路 你心不知死活再度与我作对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啊 自从你表露身份的那一刻起 这个世上只有我们一个人能活 好啊 你在哪儿 你以为我不敢告诉你吗 我会马上把地址发给你 你要赶紧来哦 来晚了 你们墨家的人可就死绝了 天方 别着急 你千万不要冲动 朱雀 放下所有事情 让东西南北四大战区战神 速 是 周子星 躲着算什么本事 是男人就给我滚出来 人在这儿 我可是久等了 莫天方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你今天将葬身在这里 天方救我 周子星 你除了会拿女人要挟我 还有什么本事 要本事站出来跟我公平的比一场 你可是浩天神王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二级战将 我怎么敢对神王大人动手呢 不过你要是敢杀我 我就杀了你堂起 放了他 还能饶你不死 他可是我手里的保命符 你以为我傻 放了他 只有你拿捏吗 你以为你不放他 就拿你没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就使出来吧 你为战神 上 别小看他 浩天神王的御龙镜 能隔风控雾 小心他趁机把人解走 是吗 我倒想见识见识 是他的御龙镜款 还是我的刀款 到底想怎么样 别跟他背话 他是在拖延时间 谁又不是在拖延时间啊 墨天放 你往那边看看 你敢 墨天放 我求过你的 可是你连与我妹妹的奏情都不念 我也只能如此了 明雪 就算墨天放能放过御龙镜 也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只有跟我合作 才能保住你们云家 到时候我重返龙氏第一哨的位置 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给我下了毒 没错 要怪 就只能怪你太冷血 我妹妹的旧情都不念 只有这 我才能替云家 消除你这颗祸患 九转化身香 我都不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毒药 能耐我喝 我的好主人 你以为这是普通的毒药吗 这可是我炼制了十余年才炼制出来的奇门毒药 无药可济 不过 有一种方式肯定 那就是 与女人同房 我的神王大人 你的警调 来了 天方 天方 怎么样啊 天方 快走 我离开这里 莫天方 你越用功 毒散的越快 但如果半小时之内 你不和这个女人同房的话 你便会毒发身亡 如果你与这个女人同房的话 那到时候全世界都将知道 我们浩天神王大人将与自己的亲康姐乱伦了 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可由不得你 我听云雪说 你马上要与金月儿公主重亲 恭喜恭喜啊 恭喜我们金月儿公主 马上要成为寡妇了 周子欣 天方身为浩天神王功力深厚 你是不会得逞的 天方 坚持住 两位战神 就好好欣赏这副活成功吧 那 金月儿刚刚说的坚持住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那个意思 北乡战神在此 神将战神在此 神对浩天神王无礼 神将战神在此 神将战神在此 神光无礼 神将战神在此 急往战神在此 神战神在此 北买战神在此 何就战神在此 神将战神在此 神将浩天神王 你们现在来了又有什么用 他已经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混账东西 胆大包天 还不滚回来谢罪 我不去 我不承认他是浩天神王 他有什么资格 踩在我的头上 干 我去给他 我去给他 我把他得罪这么厉害 他会放过我吗 今天可是有两位超级战神为我助阵 他可是这么急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保他 做梦 飞宇 你别跟这个叛徒废话了 我速速将这几个不知思惑的一国战神消灭 不但神王大人会去疗伤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刚进入战神境界的小家伙 要怎么将我们消灭 小老头 今天将华国战神级武者一举消灭 神王大人 究竟中了什么毒 竟然连神王珍奇也换解不了 神王大人 你要毒什么 你可否愿意为了我付出一切 包括你自己 朱雀慎是神王大人的人 死是神王大人的鬼 但有所用必不如命 脱衣服 什么 脱 我中了冤枉下的气毒 非男女交合无可解毒 快离开这里 不然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快走啊 那位神王大人接毒 是朱雀的荣幸 放开她 让我来 你先出去吧 辛苦月儿姑娘了 我在外边 替你们护发 天方 我来了 天方 我来了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 我的心 早就吸在你身上了 再说 我才是神王大人的女人 这种事情 怎么能别人来代劳呢 我会吃醋的 想不到 你们的功力如此厉害 你们想不到的还多着呢 要不是准备妥当 我们又怎会对华国武者接动手 你们四个 就准备去西天 继续伺候你们的浩天神王吧 若伦个人攻略 我们确实不是你们对手 但你们想杀掉我们四个 也不可能全是二退 别法阵 这是浩天神王独创的法阵 他们只是要和咱们同归于尽 快打断他们 不辛苦你了 不辛苦 你好厉害 你感受一下 感受什么 你运功试试看 运功 我又不是武者 我运什么功 你试一下 为什么不是我呀 这就是战神级的武力 当你成为我的妻子之后 自动继承了浩天神王一半的实力 那我现在也是高手了 既然我的毒已经解了 那就让这帮挑良小丑付出代价 这个家伙的阵法 跟刺猬一样 根本攻不进去 不行我们先撤 等他们功力散了 再回来挨个挨个收拾他们 不行 今天 我已经付出了一切 今天必须杀了他们 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没错 今天绝不允许华国有任何战神级武力存在 这几事 我就不信他们真敢自报 杀了他们 这几个王八蛋 还用不着搭上你们几个的性命 你的都捡了 是金月儿 周子兴 你们两个废物 连个弱女子都看不中 不谢神王大人 我们的伤全好了 还有神王夫人呢 外见神王夫人 外见神王夫人 中战神听令 属下代 我以华国至高无上的浩天神王名义下令 内外勾结者 伴我华国者 杀无赦 属下 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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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耻啊 可耻 老东西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们华国武者 竟然以多胜少 就算今天老妇折在了这里 一旦要是传出去的话 全世界的武者 都会耻笑你们华国 莫天方 你们不能以多欺少 那你们想怎么样 神王大人 你中了他们的简计 无妨 我们要赢 就要堂堂正正的赢 让今天这帮人 输得心服高服 本王今天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从我方战神里挑一个作为对手 谁要是赢了 谁就可以活着离开 莫天方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要说话算话了 我堂堂华国五千年传场 又怎么会像你们这些兵海小国一样 不知礼仪连职 我莫天方说到做到 那好 老夫先挑 龙海战神 你过来 老东西 你还真是不知礼仪连职 你之前曾与东海交过手 险险让他命丧大海 你自以为功力在他之上 今天就能活着走出去对吧 怎么 后悔了吧 那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东海 在 我华国舞者从不言败 今天 就是洗刷耻辱的机会 还有 给邱天龙报仇 老夫今天 不想杀你 只想打败你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东海 杀了他 不过是老夫的手下白将而已 你有什么本事杀老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年间 你还不是我的敌手 如今 你的功力怎么这么恐怖 从此你们立国 再有战士 我不服 老匹夫还真是个废物 生死之战 竟然还敢轻敌 我要挑战 什么 你想挑战本神王 我可是个小姑娘 怎么会跟你们这群大老爷们打来打去 我要挑战的 是他 果然 不知廉耻 竟然挑战我们神王妇人 谁不知道我们神王妇人不是武力 你们神王大人 从来没说过不能挑战他 他如果不敢出战 那就是弃权 那就算是我赢了 你说不敢出战 神王妇人 这个冰王妄是二国炒击枪者 阿不卿假扮 势力之枪 还在漂泊尘之上 树下 愿待神王夫人 朱雀姐姐 你现在是个二级战神 就算我的神王大人 现在传你神王之力 你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朱雀 你放心 月儿她是不会输的 既然她想挑战我 那我就满足她的愿望 喂 你这该死的老太婆 赶紧过来受死 老娘成名近百年 第一次有人对我 如此放肆的说话 你放心 看在你们家 神王大人的面子上 我不会伤害你的 是吗 可是我会伤害你 你知道吗 我一想到你张脸皮之下 藏着一个百岁老人 还恶心巴结叫我老公主人 我就想扇你耳光 放肆 我要今天替你家神王大人 好好教你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 谁 你也得到了浩天神王的传承 成为我的女人 自然也会有福利 我认输了 神王大人的传承 果然厉害 老巫婆 我今天就要揭开你张脸皮 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作为我的女人 当然要有相应的福利了 神王大人 我愿意带领所有阿国舞者 臣服于你 喂 你还没开打呢 怎么就认输了 我们只是遵从一强者 神王大人 我愿意重新成为您的奴隶 为您当牛做马 我心甘情愿 他们阿国的人不就是这样吗 当你弱小的时候 张牙舞爪 恨不得从你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但是如果你强大呢 恨不得连你的脚趾头都想舔 恶心 我一想到他叫你主人的样子 我就更恶心了 墨天方你不许收下他 否则今天晚上别想上我的床 怪月儿 我不会收下他的 你竟然在挥手之间 将我的功力 限制在了一级战神境界 朱雀 战神谷的心志已经选好 这几个人 就留给华国未来的战神级武者 当魔刀石吧 带走他们 是 朱子星呢 竟然一失疏忽 让他给溜了 丧家之犬罢了 也兴不起什么疯了 我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你们四位 速回各自战区镇守边疆 这件事情 只有我亲自去做 是 愿为神光大人笑容 你们四位 速回各自战区镇守边疆 这件事情 只有我亲自来做 是 愿为神光大人笑容 好天神光大人到 曾经好天神光大人 他是我的 他本该是我的 华国 又好天神光大人坐镇 我这个当首相的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识人不明 黑白不分 你早就不会做首相 滚 好 我滚 我滚 今天大喜的日子 你就不要骂人了 遵命 我的老婆大人 从今天起 好天神王统帅整个世界 而你 统帅我这个好天神王 我的神王大人 你现在应该很得意吧 周子兴 小兴饶你一条狗命 你竟然还敢跟我打电话 你不怕我派人追杀你吗 可惜晚了 本公子已经将浩天神王传承再现的消息 告别了全世界的武者 现在已经有不下于百位战神级的武者潜入龙室 等着死吧 你就等着被人追杀吧 神王大人 突然接到神策部先报 我已经知道了 战神听令 属下在 伴我华国枪御者 杀无赦